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天线 今天我们来介绍开放菜之中 阿罗拉雷秋的牌佐 最后牌是我在喷火龙挑战菜 所遇到的牌型 遇到之后马上把握机会 跟他打了好几个 发生只要他如果不卡牌的话 几乎是没有办法赢过他的 所以就跟大家请教之后才知道 这位牌原本是在海外以前的 开放环境就存在的 而国外有一位YT 也把它尝试改成现在的开放环境 那个版本的卡表 刚好跟我们繁重版的开放环境 是一模一样的 于是今天就要来介绍这一副啦 它的主轴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两个回合 不管你相关还是后风 就是我们在第二个回合的时候 用这个阿罗拉雷秋的招式 就是电器 只要我们在第二个回合 把牌部几乎耗到干的情况下 可以很轻易的用这个阿罗拉雷秋 直接拿完六张獎牌卡 完全不给对方一点机会哦 那是建议所有要打四天王的朋友 都先看过一下这部牌 那我们就紧接来介绍吧 首先我们宝可们放到 两张的皮卡丘 跟两张的雷秋 皮卡丘其实选什么都行 但是我们这边是选择这个特性 皮卡冲刺的 如果这只宝可梦身上不有能量的话 它的策略所需能量要全部消除 我们是选择这个可以轻易撤退的 避免我们在第一回合 就要铺出它一只的时候 直接被对方昏厥掉 没有办法输出 阿罗拉雷秋 可以看它自己身上 有几个雷能量丢到气排去 以该数量选择对手宝可梦 一只宝可梦可以选择两次以上 然后对手选择的宝可梦 不计落点底抗力 造成其次数乘以30点的伤害 是的 非常的可观 需要很多雷能量吗 接着就来介绍填能的方式是这个 PV电球 还有丸皮雷弹巨烈科士 PV电球概念一样 我们特性放到这个电气浮游的 只要还有负能量的话 策略所需能量会全部消除 丸皮雷弹巨烈科士 特性是能量轰炸 在自己回合时可以使用一次 若使用德佳政治宝可梦气绝 然后从自己的气排去 选择最多5张能量卡 以另一方是填给自己的场上宝可梦 我们这部牌要用它的特性 去填给这个阿罗拉的雷秋 因为它是写能量而已 所以像反转能量跟反击能量 这些特殊能量都是可以填的 前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的绿盘压牌 让我们气排去尽可能累积10张能量以上 也不用担心对方没有拿奖伤卡 无法触发反击跟反转能量的问题 因为它自己用了这个特性之后 会弃绝掉 对方会得到2张奖伤卡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触发反转跟反击能量的效果 这部牌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这样 要铺场的基本范围 2张顽皮雷弹以上 然后1张皮卡丘以上 那如果你的皮卡丘只有1张的话 尽管让它留在被弹区 让对方下个回合没有办法将它昆绝的 因为要满足这样的铺场嘛 所以我们有放到1张这样子的 菱形百变怪 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降低我们铺场的限制哦 那再来是这个密勒敦耶克斯 它是可以用它的特性串连装置 可以从排库选择2张基础雷宝可梦 放置于被弹区也就可以高速铺出我们的 霹雳片球跟皮卡丘这两种 以及我们绿牌的1张 孟英哥夜克斯 在最终回合可以使用将手牌全丢抽6张 还有这个 工东鼠借克斯 从手牌下到被弹区可以使用手牌全丢抽6张 会开局的宝可梦有 123456789 这9张最不需要开局的 只有这个东东鼠而已 因为它必须从手上下到被弹区才可以使用 其他像孟英哥就算它开局也可以用特性 灭到这种开局的话 也可以用特性来铺唱 所以最不需要开局的只有这只东东鼠 好啦 那这是宝可梦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看到物品卡 这部的物品卡非常的多 首先我们放到4张的高级球 还有4张的星际球 那没有放潮溪球 第一点是我们要把能量遇到气牌去吧 所以有丢手牌的星际球会比潮溪球好 第二个是用东东鼠特性的话 潮溪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然后还有一张的洗碎的承动球 准备真的很惨 我们两张皮卡丘跟文艺的白边怪 还有这个鞋队承动球 全部都卡到墙上卡 不然都还是有的打的 所以里面放了一张 那再来是我们结合了 标准健行鞋 以及开放的越野自行车 各放到4张满 越野自行车只是比较强的电影鞋 它是可以直接看最上面两张 看你要选择哪张 加入手牌对外张丢弃 两张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能量 不要怀疑直接把它丢掉吧 再来呀 由于我们这部牌有像刚才讲的 有洞洞鼠 路因哥 还有这些跑牌的手段 所以我们这边 救援单架是放到三张的 从自己气牌区 选择一张宝格梦加入手牌 或者是三张宝格梦 回到气牌区从洗牌库 这两个能力都有机会用到 不过通常是直接 当我们把完皮雷蛋巨蟹克斯 溜到气牌区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救援单架 将我们完皮雷蛋巨蟹克斯拿到手上 以便我们即时的进化 那万一啊 我们的单架数量有限 加上我们气牌区已经有太多 如果有完皮雷蛋跟阿娃雷秋的话 就必须用到这个救援单架 是洗牌到牌库的 换位的部分 放到两张的回收网 跟一张的李洞神 如果你看到那个 国外YouTuber的卡表的话 它是各放一 然后这边是选择放到两张回收网 主要是我觉得 台湾的环境跟繁种环境 还是有点差 这副牌 如果是在后宫的情况下 万一两张讲堂卡的宝可梦 被对方给分厥掉 这副牌就直接 产牌不用玩了 因为我们必须使用到 两张完皮雷蛋GX的特性 使用两张的话 会掉适当讲堂卡 这时候会拿四张 所以对方只要先拿两张 他就等于获胜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的回收网 是只有限制 宝可梦V跟GX除外 所以我们可以把 威乐盾EX 跟怒音哥EX 拿回当手牌 避免被对方给分厥掉 东东鼠GX 如果非必要的话 尽量是你们的第二回合 再去使用它 再来是狄动神的部分 如果它在某些情况下 也可以配合来增伤 就是这个 是针对我们备战宝可梦 V或GX的话 会多造成30点伤害 所以如果今天对方 战斗场的那只宝可梦 是GX或V的话 你就可以用移动神 把它换到备战 以防我们第二回合 能量没有办法 滤出这么多的情况下 可以多增加它的30点伤害 以及我们放到 一张的吹风机 这部牌的竞力场卡 也蛮重要的 避免对方有混沌的草雪 或者是用牛气复符 我们需要多填到两颗能量 才可以将其昏厥的道具卡 都可以用这个场地吹风机 来解决掉 所以还是放到一张 这边就是物品卡 数量蛮多 不过其实都是蛮专一的啦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微调的话 可能是回收 或是离动神扫一 进行也可以去把它扫一的 场地吹风机 跟望远镜的部分 则会看你对当时环境的理解 就决定要做三件 再来支援者 诶 也是很简单 博士连就放三张 居老大放两张 只放到五张哦 台湾那个卡表是各三 好像是六张比较好了 但是我找不到空间 如果你没有居老大的话 也是可以用那个 哈普屋 哈普屋是看六拿二 这个是看七只拿物品 各有好处啦 不过居老大因为是直接绿七张 在张处上 还是比哈普屋还要多一张的 再来是两张的 宝可梦普及战 这就是刚才讲到很重要的竞技场卡 它可以让我们牌库上面丢三张卡 如果是物品卡的话 可以加到手牌 一方面我们这座牌 刚刚也有介绍了 哦 满满的全部都是物品 不管抓到什么 高级球 青级球啊 或者是像静音鞋 越野自行车 甚至是救人单价 这些都是可以协助我们去做招的 那也可以很方便的 把我们的能量给绿到器台去 最后就是我们的能量 反转能量放四颗满 反极能量也放四颗满 高速雷能量放到四颗 基本的能量放到两颗 这边总共放到14张的能量 但是如果要以能量数量的话 反转一个等于三颗 反击一个等于两颗 所以总数加起来的话 会是26颗 就算我们是两张反转能量 卡在讲三卡 这20颗能量 如果去记上我们阿罗拉雷球 它所可以打出的伤害 就是600 还没进化上去的情况下 蛮容易被这个600给打掉的 甚至对方铺场不完全 可能只有铺到可能两到三只的宝可梦 你也是可以直接用阿罗拉雷球 直接把他全部的宝可梦清光光 就算没有拿了夾伤卡 也是获胜的 来讲一下这户牌要输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卡牌嘛 第二个就是 这三只宝可梦 在对方先共用了第二回合 被他给分厥掉 再来是两张阿罗拉雷球卡夾伤卡 或是卡了两张腕皮雷蛋巨尔克斯 这也是比较惨的情况 如果反转能量跟反极能量卡太多颗 也是不优的最大致命伤 对方有放到马拉菲跟梦幻的话 对 只要他们铺出这两只宝可梦 就算他们什么事都不做 他们也会 因为我们阿罗拉雷就电器 只要有马拉菲 或者是梦幻存在场上的话 要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备战的宝可梦 接下来就示范一下 这户牌是怎么去进行一个跑牌 好 蜜勒盾 哇 如果这次先攻好像很棒 后攻不太优 试试看 抽牌 沉重球先看一下 好 两张腕皮雷蛋卡 奖上卡 好像是没了 我们必须爆掉 然后再胆架再拿回来 试试看 这边灭尔顿特性先开 各扑一只也 也好 就是增加我们脚踏车 可能翻到能量的几率 脚踏车 哦 好 丢这个 然后先机球 丢这个阿罗拉雷球 然后我们就可以抓这个怒音哥到手上 那为什么会又丢阿罗拉雷球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用手上的救援单架把他吸回去 那我这边手牌是这样 不想让他站在战斗场的话 我们就可以填一个能量给他 然后抽两张同时 等一下也可以拿来撤退 并且现在是后攻 模拟后攻 好 这两张很棒 宝可梦补给战 这个回收网 可以回收我们这个东西 对 推他 这边单架 起回去排库之后 就直接开这个怒音哥夜课史的特性 好的 有菊老大 这边先开菊老大 看7张 123 4567 然后补给战看一下 3张 然后自行车 然后自行车 哦 有这个 让我下来被战 这样我们这边再铺一张那个皮卡丘 或者是皮电球就好了 先看一下自行车要稍后 哦 这样 有完皮雷弹的话 直接丢电人吧 然后这边丢掉 铺另外一张的皮电球 这样铺场就算蛮不错的 下回合我们有很高的区域可以动 也有区域去做招 战斗场会流皮电球 是因为他进化成完皮铁弹之后 在战斗场还可以使用特性 直接将自己给弃绝掉 就是昏厥 就可以停人 然后也可以换位 一举两得 接下来 对方如果把我们这只给昏厥掉 也没关系 那我们一样先推这个 因为我们有这个了 好抽牌 剑行鞋 先这个 补几战看一下 三张 遇到两张 还行 阿尔拉里就已经一张在手上了 那这边 剑行鞋 丢掉 哦 博士研究 哦 感觉 感觉惨哦 看一下几张能量 一二三 十 现在就有十颗能量了 然后先击球丢这个 宝可梦补几战 好 那没有其他基础的话 冬鼠就不抓了 搞不好等一下博士研究就可以抽到 这边开始表演哦 进化 然后爆掉他 原能给 无法能量给他 然后 就可以把他推到战肉场了 进化他 救援担架他 先不急的至宝 我们可以先博士研究 好 没有能量可以丢 不过我们可以用这个进行鞋 嘿 交手牌 远自行车 嘿嘿 丢能量 进行鞋 嘿 丢掉 嘿 好 这一张最后应该也还好了 嘿 交手牌 那最后也还没手贴过 贴给他 然后 这边就可以直接自爆 填5颗能量 1 2 3 4 5 道高高才算一下 反转能量有4颗 4 3 12 反击能量有3颗 加6 等于18 19 20 21 22 9共22次的电器鱼 就可以看对方场上的情况 对方没有意外是阻挡不了高达660点的伤害了 这就是这副牌的运作方式啦 好啦 那今天这副阿拉拉雷丘就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我们影片下次再见 拜拜